這個真人版還很值得一提的 當然就是導演的部分 那導演青水蟲 當初大家聽到說青水蟲要來導 魔女災機變的真人電影的時候 大家也都 也都傻眼了 因為青水蟲 他本身是一個恐怖片 拍恐怖片的大師 他拍什麼富江 什麼咒願的系列 系列他的那個履歷表 你看下來只有最後一格 魔女災機變 是不是恐怖片而已 記得從電影的最一開場第一幕 就是齊齊還在他們老家的時候 那個場景就讓我印象很深刻 因為在大家如果可能記得 在宮崎駿的動畫裡面 齊齊他們家是一個在一大片湖泊 旁邊的有一大片草原的那種 很和樂的村莊 可是到了青水蟲的電影 一開始其實他們家是在 那個很深的山谷裡面 那裡面的那個房子一間一間 是傍著山壁而建的 那個燈火還有那個山谷兩邊之間的那個吊橋 那整個是一個很很魔幻很奇幻的一個場景 就讓我那時候看的時候 其實就印象深刻 那我想恐怖片要拍得好 你的敘事要能夠藉由一個情緒的 那個的醞釀跟藉由一個環境的陪襯去襯托出你的主角在裡面那種 擔驚受怕的那一個那個感覺 那放到魔女災機變來 我覺得就是齊齊她的那一種 呃 她的心情 她的情緒是你 我們作為觀眾 隨時你都可以感覺得到 你都很清楚 你會認同 你會去投射的 那包括像齊齊她在 尤其後面當她遭受到一些比較不友善的對待 遭受到這個城市裡面其他人們的排擠的時候 她的那種慌亂跟焦慮 我覺得就很明確的可以在在小枝芳花的 或者說是在青水蟲的鏡頭裡面可以去看得到這個東西 我覺得也很有趣的是雖然我們說這個真人版還是改編自小說 但是不只對我們觀眾而言 宮崎駿的那個動畫版本是印象深刻 我相信對青水蟲而言 在她十七八歲的時候看到的宮崎駿的那個動畫版一定對她影響影響也很深 所以我自己就會覺得在看的時候 其實有某些地方某些鏡頭 我還是會解讀成青水蟲 她還是有一點像宮崎駿致敬的那個味道 譬如像片頭一開始齊齊在月圓之夜出發要去修行 那當然她飛到半空中那個大大的月亮 然後你看到魔女與她的哨帚與她的黑貓的那個剪影 然後亮出那個魔女宅機變成那個片名字幕 那個就跟當初宮崎駿的開頭拍得很像 那譬如像動畫裡面有這麼一個安排 就是齊齊她不是借助在那個麵包師傅她們家 那那個老闆娘對齊齊而言是個有點像 代理母親的那樣的一個角色 但是那個麵包師傅那個老闆本身呢 卻是在動畫裡面她都不講話的 那這樣的設定也被沿用到青水蟲的電影裡面 也由此引發出很多的笑點 青水蟲他雖然拍了一部很舒服的電影 但是你可以感覺到裡面在某個鏡頭呢 你還是會覺得他那個恐怖大師的那個喜好 他還是忍不住要露一首 那所以呢裡面有某個鏡頭拍得很像恐怖片 雖然一閃而視這樣子 但是我那場在看的時候 全場很多觀眾都因為這樣子 感覺到大家都在偷笑 所以我想等觀眾去看的時候 一定會在那個地方可以發現這個樂趣 不要說就是大家聽到說導演選的是青水蟲都嚇一跳 青水蟲說他就是聽到的時候 他也是想說監製是不是搞錯這樣子 燕拓有說他說他其實就是在模擬宅姐裡面 他也是覺得濟養嘛 所以他說這是他拍了這麼多年的恐怖電影之後 希望帶給就是喜歡他的觀眾們的一個小驚喜 就是進戲院裡面就會發現 的確是這樣 這次拍攝的地點在很漂亮的地方 在香川縣的小豆島 燕拓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 其實在原著的小說裡面 他並沒有明確的定義說 齊齊他去住在一個什麼樣的城市 但是藉由裡面描寫說 他有鐘塔 有電車 所以感覺是一個歐洲的歐風的一個 歐陸的一個城市 那麼在宮崎駿版本 宮崎駿他自己就說過說 他所畫的那一個 齊齊所住的那個海邊的都市 他是參考瑞典的某一個海邊的城鎮 但是到了青水蟲的版本 其實他就把整個場景拉回到日本來 他沒有明說是日本 但是他說是東洋的某個國家 在這裡面他所選擇拍攝的地點 就是剛剛凱因說的 這是在日本賴乎內海的一個小豆島 香川縣小豆島這個地方 那如果觀眾朋友有看過前兩年 有另外一部很厲害日本片 叫做第八日的禪 應該就會有印象 就是片中 孔作伯美所飾演的那個女主角 媽媽他帶著他的小女兒去低調的 隱居的那個地方 那個就是小豆島 那是一個有點像世外桃園 那種感覺的地方 很純樸 很美麗的風景 那麼放在這部電影裡面 我覺得小豆島他的那種 因為他是一個海島都市 那裡面上面的人口不多 所以彼此也都很 彼此都認識 那有一種日本式的很和善的民風 這個感覺其實就很適合放在 作為其他要自己去外面獨立生活 那要認識朋友 那要感受到當地的人 對他是喜愛或者是有不安的 這樣的安排 這一個地點的選擇上 我覺得就很適合這樣的一個故事 那另外一方面也很有趣的是在地形上 因為小豆島他是一個 他有一兩個主島 那除此之外 他其實有很多破碎的群島 在他的四周 所以這樣的一個地形上的特色 我覺得就剛好非常適合 其其他選擇快遞 作為他的工作的這個設定 因為譬如你在公益軍的電影裡面 你看到那雖然是一個很大的都市 在海邊的都市 但是你就會覺得當他們真的要快遞的時候 還是可以開車 還是可以坐電車 好像這個飛行這件事情就沒有 變得沒有那麼那麼必要或那麼特別 但是在這個海島 這個群島這裡面 當那個水面交通其實是沒有那麼方便的時候 其極會飛的這件事情 他的快遞我覺得就變成一個很恰好的一個選擇 其其他在這一年的修行裡面 也許他所需要學的就是當他面對這一些 不那麼友善或不那麼如他的意的人事或生活的時候 他依然能夠穩住自己的心情 穩住自己的情緒 然後照樣可以飛得很穩 然後照樣可以飛得很穩 我想這是飛行這件事情在這個故事裡面的一個象徵 嗯